- 金屬管 現在這個有兩把 因為我們剛剛是有提到說 都是錐管的嘛 - 跟直管 然後這邊有兩把比較特殊的是 金屬管 然後我看到它蠻特別的是 其實蠻重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吹 它的純電也是 我現在還蠻喜歡這種的 對 然後它就看到這個 它是同一家嗎 它不是同一家人嗎 同一家公司嗎 這個東西我們之前有提過 這個是屬於德國專利 在1910年代的專利 他們從那種多賤士迪到貝姆迪 都有習慣用這樣的一個吹法 這樣吹法有點像他們一戰說 戰車的一個做法 就是很準很轟 很有效率 戰車 對 你是說這一個 這一片的一個純電 這個是這種純電 可是現在還有這樣子的東西 比較少 你像德國哈米格 有時候有訂做會做這種東西 那這一片是木頭 不是 早期的話最早有用象牙 然後到這年代大概都是用塑膠 硬化塑膠 所以我現在手上這支是種什麼 塑膠 塑膠 為什麼它感覺很潤好像那個木頭 木頭感 感覺很好 它特別重 對啊也很重欸 對啊 然後還有它帶著那個 因為我常常在看那個短笛 我都會覺得它是一種比較簡易版 可是這支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起來很紮實 很複雜 比較特別的話 這一把當時是屬於定做的笛子 所以包括純電的做法 它做得非常的搞剛有沒有很漂亮 然後它是用了漢孔的做法 這麼小也要漢孔 那這支也是喔 這支也是啊 漢孔的 那漢孔不同的牌子嗎 不同牌 不同牌 就是德國的就是英國的 漢孔的高度差很多 對啊 這個好高喔 這高跟鞋 這個剛好在我們目前看的短笠 這剛好是兩個流派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短笠 都是訪德國這種做法 所以它的特別 你可以看到的案件是一條直線的 直列式 直列式的 所謂直列式的 會一個直線 但是現在的 我們所謂的剛好是講 比較便宜的是用抽橫的方式 比較便宜的 然後 現在木頭的話 也會直接試的 但是 然後現在沒有人在做漢孔 因為很費工 現在沒有漢孔喔 幾乎沒有做 除非你定做 我們在想像 對啊 真的很細耶 好可愛喔 然後 那我現在有點疑問想要知道 就是說 這個比較高跟 它漢超高的 我就快要兩倍 那個影響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這東西 我們回到說 之前提到 指管跟追管的差別 指管的話 大概被母敵的時候 都是做指管 所以它的按鍵的高度差不多 都蠻一致的 可是追管的話 因為它的追度不一樣 它縮小 對縮小的追度不一樣 以至於說它 音孔位置左右 會偏差比較大 第二個說 為了調音 它的音孔可以做比較高 它比較厚得住那個聲音 也為了效果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影底來 這法是全影漢孔的 它除了做考慮到音孔以外 它其實他們這一家做的 它考慮到我們的人體工學 所以它拿起來的位置會跟 讓你跟 皮克托斯 木頭做的 拿法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的舒服 喔 因為它比較高 不然它比較細嘛 對對對對對 這個虎口的感覺 對 但是這兩個調性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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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就是影像低的 這個好比說這兩把的差別 一高一低 喔 整個都出來了 剛好 那他們那個音色上面 音色的話 它的材料不一樣 所以音色也會差蠻多 要不要誰來試一下 試 試什麼呢 摩滴 摩滴在哪裡 一樣嘛 就是同一個飲食法 要想一下 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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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不到 是很好聽的 然後就是 這個不是 這個樹膠 這樹膠的 一樣是 降低的 這還要音 為什麼 為什麼 這種就會比較shiny 沒錯沒錯沒錯 一個室內跟一個室外 對它設計不太一樣 差很多 那個音色的那種感覺 震動的感覺 然後回到C 繼續 挑戰 耳朵 這個時候我覺得耳朵要塞起來 不管它我就是用指法 嗯 它聽起來太正派了 那這支是那個高跟鞋 高跟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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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比較深沉一點 然後這一般 這次比較偏我們在教小英雄用的 大概就是中等級的Piclo 好有趣喔 然後還有這麼多支 好那我們一樣就從剛剛的降低這樣推回去 我們一般場景是影戲大家非常熟悉 然後大家有沒有想過像Piclo一樣 是不是有個降低 然後我們還說在當代樂團其實跟我們現在樂團的編制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講既然有F 然後是不是可以想像 那是不是有D D到D子 那就是我們現在接著看著說 有C調的D子 然後降低調的 然後低調的 我們大概 多 然後降Rain跟Rain 立起來就知道了 我的最矮 這是C 我們換筆 好 來一下 C 降低 D 它們各相差半音 都是440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但是我今天也有同一份譜 它到底是給誰用啦 就是說 哈哈哈哈 我就很confused OK 這個在當代曲來講 我們譬如說 譬如影C的話 它可能是吹第一步 那我們有第二步第三步 我們在當代有可能就不是給C譜 或者是分給它 或者說在不同部分給它 吹合聲部分 就好比說我們現在的歐洲流行 所謂的銅管樂壇 不知道在那邊一下 就一個銅管裡面 我們一般銅管大概就是 Bass 傳統 法國號 小號 可是在歐洲這些銅管樂壇裡面 小號大概有五到六種樂器 哦 所以不同調性 所以不同調性 然後有副讀歌號 然後有短號 然後有小號 然後有 各種的那個Melo的比較 叫低音號 低音的小號 是是是 然後我們所謂中音號 就有很多很多種 像Uniform 還是什麼 各種不同的 然後傳蹦就有兩三種傳蹦 二把有四五種 那它的個性剛剛講到就是 個性要不一樣的話 對個性 是越短的 越短的越亮嗎 一般來講 我在樂器製作上 越短的話 理論上它的會偏亮 然後第二 你剛剛是說它是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那怎麼越來越亮 所以有時候 你想像 如果說我們需要二三步 我們目前的 POP是不是三到四 有時候出場太悶了 哦 位置 音的位置比較低 對你的位置比較低 哇賽那個腦筋要反 那個腦筋要一直 翻跟翻跟翻 這樣子翻跟跟斗 對 就可以搭配這樣的低子 因為它會被寫的音域比較低 然後它配合它 家裡還有它的聲音 所以它這個要比較短 聽起來就是跟它一樣 會比較亮亮 對 那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在目前常體 也許你四步都用C-fruit 聽起來好像音色沒有得見我 對 那是不是因為 你不同的音高 那個翻譯音樂點 不太一樣 是 所以它剛好可以彌補這樣 沒錯 就不會大家都長 就是 對 我們講一個色彩跟音色翻譯的多樣性 這樣就出來了 是事實上我們真的在考究這個調性底的時候 有個秘密 就是說 我們越高音的底子其實管徑要越小 嗯 越高音的 對 管徑越小 所以這三次有差別嗎 它的管徑最小 對 沒錯 我們可以想像說從 Bass Auto 看一支是什麼 這個 這樣觀眾也是很難比 這差別很小 眼睛是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好像可以 可以一逆逆看得出來嗎 有嗎 這一支看得出來 這一支跟這一支就很明顯 對 對 如果說中間穿這一支 就會差別這個 這真的差一點點 對 這個我們可以請老師來試一下說 我們是同音來講 三個不同的樂器吹同一個音 它的一個音效效 我們要吹好一個音 我這是最短的嗎 這是 你是第一 對 你是最短 這是最短的 然後你要我們指定吹什麼音 A G 升 G 現在是在調音 調音嗎 可是你是覺得它那個泛音的那個什麼的 震動是比較飽滿的嗎 對 會多一個聲音 我們可不可以一直一直聽一下 對阿 聽一下 可是你要hold住嘛 不要hold 就是分開旁欸 先分開聽 這是我嗎 因為你是比較中正 三兄弟很不一樣 對啊 對啊 這支真的比較沈穩 嗯 齁 就是我按同樣的 是不是這樣嗎 喔 你是按G 對 我們兩個會差一個全音 沒有 是要同音 吹出來是同音 喔 我在一直指法不差一個全音啊 對 所以我們現在從低中高喔 對 但是他剛剛你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都吹這一個同音的時候 它整個 就是那個震動 聲音比較飽滿 對 就比你用三支C的話 聲音會更寬一點點 因為你C的話 你翻一個是一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 譬如說優老師你也是 這是C調嘛 你就吹這個C 對 我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可以可以 C一樣 對 應該是吹這個 對 一樣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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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一起吹喔 你要Hold住我 通通以C 比較單薄 一個人 然後聲音大聲跟小聲 對對對 但他比較單薄耶 對 他再來玩一次 再玩一次 對我們現在是三兄弟物語 好三兄弟物語 來來來 你要抓一個 對 但是我們剛剛都是在去拉的裝在底下 的確剛剛In C的 它比較薄 它比較稀 那個湯比較清湯 清湯 這三個加起來不濃 是濃湯 這就是翻譯的一個 一個破章 對 這在我們現在的長笛團 是比較想提到這個事情 這個 這個實在太細了 又麻煩您了 這個如果沒有比較的話 沒有樂器 沒有樂器沒有比較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我們可以比照同款樂團 如果我們要吹長笛團 然後其實有更多更多不同的調性 加進 助曲家比較辛苦 要一下調 現在有電 有電 或者說我們就一樣的曲子 然後不同的分配 演奏家自己要會 對 對 就把降機後去掉 哈哈 對 大家有沒有一個 覺得蠻好玩 更多的想像 所以以前的人心思很細 對 就是說 對於聲音來講 尤其上這個大廠的話 他們在對音響跟發音 他們是有蠻多研究 我覺得他們比較有實驗的精神 可能也是因為這些東西都不是智識化 這個 他們已經不是實驗是確定的東西了 所以 他在不同的調性 他可以把音響 或者說他就從實驗過來以後 就變確定 可是我們現在又變得更單飽 更單飽 因為我們把它單一化 更整齊 更單一化 其實這一個牽涉到我們之前 談到會議就是說 貝母發明 貝母底以後 他怎麼定音準的這個東西 其實這東西在我們現代的Maker 其實是有點漏掉 像說你今天要找一家 訂一支低調底 或者降低調 應該沒有辦法吧 因為你模具就不一樣了 有時候甚至我們除了模具以外 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設計得出來 觀念吧 就是他對於那個 音柱的長短比例 的那個概念吧 其實講不客氣的話 現在包括現在的西調底 我們的長底 其實營運你們都知道有點 那個是經過這集 大概從二戰以後的整個調整 各種這樣一直跑 是有點跑偏了啦 所以我們在長底的音準上 其實大家可以再努力 你是說 硬體上 硬體上 是我們吹的問題 確實 確實 有時候我們都經歷過那種 是我吹不好 那還是樂器有問題 事實上 這只能大家深思的 沒錯沒錯 畢竟有些音超難吹的時候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是的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在於說 我覺得我們對自己耳朵的開發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要反過來 對 就是我們現在都接受了這個音律 對 我們其實不知道以前的 以前發展出來的音律是什麼 對 然後也會以現在的 scale 覺得是 應該要長的樣子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變成對那些 泛音音的風 我們剛剛最好的例子 就是它的中國風 對 明顯嘛 很明顯 中國風就是這種鼻子 跟這種鼻子吹起來 對 我這麼理解 為什麼我短底吹不出那個味道 對 因為明明都是木頭 或者是那種 那種材質 對 不是金屬材質這樣 嗯嗯 我們今天太精彩了 就是很多意外的發現 對 然後三位老師也很厲害的 把三兄弟詮釋的 其實我還蠻期待 我們有個三兄弟的曲目 你知道嗎 聽起來我就會很有趣 很有趣 聽起來我們就是 對 但是三兄弟的唯一缺信 我看起來是這兩個都是塑膠 這個是木頭 我有塑膠的 OK 哈哈哈哈 我一直想挑你 結果他說有 其實還有一個是降A 降A跟降E 還有影居的 哇 那下次是不是 沒有 我還沒收集到 喔喔喔喔喔喔喔 你已經在網路上放入公司了 是他的wishing list 沒有那個東西 確實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他的出現 大概只有二三十年的一個階段 再後來 二戰後怎麼就 就都不見了 欸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影片上呼籲 如果有這種 什麼哪一種 特殊調 特殊調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一下 要請魏瑞哥打上世界各國語言 就是我們要 真聖 什麼調的長笛 對 哇太精彩了 我們今天的長笛家族 雖然他不是所有的調都有 可是我們從以前 欸我可以問一下那個年代嗎 我們這裡面最老的年代是 這個吧 那個嘛 那個中國 摩迪 摩迪差不多 摩迪差不多是 什麼 1820到50年代 我們剛剛說的是莫達特時期 然後再來 欸我們看到 1820到50是比較浪漫 比較浪漫 但是他 但是我們沒有牽那麼細 對阿 牽那麼細 對阿 更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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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是貝母的話 大概就是 1847年以後 然後基本上 我們看得到的 大概就是 1870 80以後 現在目前 那這隻呢 這裡有一隻 好棒喔 就是那個短遞跟那個 喔 這組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當代 比較流行 就是說一個set 一個演奏家 因為樂團需要 他吹短遞跟吹長遞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組 一個set 管弦樂團 專配 所以他的公式 把我這樣提了一把 對對對 而且 離路上還有一個外帶 跟福音一起包起來 就提著了 這是當代的一個 這個夢幻藝品 對啊 很漂亮 而且做起來真的超級的 就是fit 有沒有 然後他就覺得盒子也不會很厚重 什麼的 而且這一把 這一把Piccolo 是他有一個ring key 在這裡 這是六七的系統 跟我們現在的執法系統 是不一樣 它是更複雜的 所以你可以比較它按鍵 它其實是密密麻麻的 對啊 真正的一個 一個複雜按鍵傳統 密集恐懼真的 所以他比較多孔 多按鍵 多按鍵 但是不是多孔 孔也比較多 可是他按了應該也是 看這三個鍵 三個鍵 三個 看起來就比較滿 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後面 他很滿耶 對啊 他有點像多聲齒 這也是十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講 沒有我沒有加後面 那個真的比較多一把 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後面還要 兩顆牙齒 我們現在在長 後面還有多三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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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喔 多生齒 多生齒 好特別喔 這是當代比較特別的 一組的 謝謝許大哥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展示 展示 把長笛家族介紹的淋漓盡致 那我們下週 下次 還有什麼樣有趣的題目呢 拭目以待 我們 我們是古董長笛一讀書會 下次見囉 拜拜